这件事也不是怎么好谈的啦 其实我是真的很怀念一个弟子 师尊的人啊 他重感情 比较重情 只要是师尊的弟子 师尊看在这个情分上 都会很珍惜 我一生当中啊 不抛弃弟子 绝对不会抛弃的 我敢讲一句话 就是今天啊 这个 不好意思讲他的名字 总之一个大妈的 年纪比较大的当妈妈的 叫大妈 他假如再回到这个 正佛中里面来 重新叫一声师尊 真的师尊马上抱他 kiss一下 虽然他把我害得很惨啊 对不对 在外面写书批评啊 跟报社记者讲啊 怎么样啊 是卢师尊对他怎么样啊 怎么样啊 我说没有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师尊的人重感情 你既然跟 你既然跟我有师徒的缘分 我就很珍惜 我都是被弟子抛弃啊 我从来不抛弃弟子啊 都是弟子抛弃我啊 那你不能怪我呢 这个不能怪我呢 都是你们离开我呢 我都是失念啊 吃香蕉皮呢 都是我在念弟子啊 没有弟子念师尊 当然有啦 我不是讲他这样 但是有少少的这个弟子啊 他们也是这样子 像以前啊 在台湾的时候啊 有一位很好的弟子 其实他也服务师尊很久 师尊也很珍惜他 可以讲啊 把什么的这个法 这个地理的这个法 我都完全没有保留的 我本来这个人 也不会保留的啦 把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啊 都交给他 把那个三言九心大法 通通都传给他 那我离开台湾了 他就在台湾讲啊 卢师尊去台湾啦 台湾就是我的啦 意思是讲说 师尊已经去了啊 那么这个台湾就是我的啦 他就讲啊 卢师尊在美国啊 包包羞啊 包包羞啊 没饭吃了 现在我在这边吃得很饱啊 就是这样子 那有一阵子呢 我就想 怎么搞的这个弟子啊 好久没见面哦 很怀念他 很想他耶 他不知道有没有想我 但是他讲说 卢师尊只要 盖两栋房子 他就要三栋四栋 卢师尊开什么车 我就要开什么车 卢师尊弄一个彩虹山庄 我也要一个山庄耶 我 我问我妈妈 他说他有山庄吗 他说有啊 就在那个离山上面 那个很高的地方摩天嶺的地方 盖了一个山庄耶 我问他他有几栋房子 他说十几栋哦 我听着的都弄掉 我输了 他又跟我讲啊 他有七部车耶 哇 七大耶 一个人呢 开七部车 我变得了好几部耶 马西里的 马西里变得了好几部耶 真的是有 但是呢 我心里很烦恋他 每一次我回台湾啊 我想他应该来看我了吧 每一次我回台湾啊 他应该来看我了 怎么搞了 我以前把三年九星的这个地理啊 通通交给他的呢 他应该要来看我啊 没有结果他都没有来看我 我很想去看他耶 很想去看他 我不好意思耶 哪有师尊去找弟子 那个弟子不理我 我怎么办呢 他又没有邀请我 我怎么不好 我不好意思去看他耶 心里很难过 他最近呢 也 也去报道了 去报道 他去跟他说 嘿 报道 报告我来了 去报道 我很想看他 他去报道 那我很想看他 我把这个地神呢 给他照过来 那一个座 王 辞令 请地神来 请问啊 我的弟子到哪里去了 他说我会在这 在这 在这就在那里了 那是要怎么就好 在这里了 怎么办呢 我说为什么会去那里啊 他说买自己的房子 他没有弄台湾雷杖湿啊 他弄台湾雷杖湿啊 还有功德啊 买自己房子 哪有功德呢 十几栋啊 整条街啊 到处都有啊 那还有什么呢 他啊 他不得了哦 晚上睡得不太好 我说这个我在船 睡明大光明场啊 他为什么睡得不好呢 因为他老是睡好几个人啊 所以睡得不好啊 好几个人跟他睡了 哇 麻烦 他不是一个人睡吗 没有哦 好多人哦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总之也是犯了戒了 这也是麻烦 我祈求啊 你知道啊 师尊祈求 这个南摩地藏王菩萨 求求地藏王菩萨 我跟他做超度啊 求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有来哦 来了我就问他 说请问地藏 这个弟子啊 我想看他耶 我想看他 你能不能带他来让我看 地藏菩萨 哇哦 你像这 傻师傅你 笨 笨师傅啊 你这个笨啊 笨啊 人家再生啊 都不想你 人家都不想你 你拼命去想人家 那你有够笨耶 我带来让你看 要做什么 他说他不带来给我看 今天啊 老实讲 我要救他 我要救他的话 还是可以救的 为什么他不想我 我真的很生气 我要救他还是可以 是真的还是可以救他 是真的还是可以救他 念在多年的事中 我真的可以救他 他为什么不念我 他在音符递捷 他都不念我 为什么